汪小飞与戴斯学习员离婚至今过一年多,虽然双方已撕破脸,但他当初以前妻之名开饭店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,尽管一度传出改名,但他从未证实,直到近日在直播中才松口承认饭店的新名字。 西术往事,S酒店就是汪小飞砸掉3.5亿以上打造出来的一家酒店,起名S也是对戴S之前爱情的一种表现, 汪小飞事后也在直播中跟张岚转达此事,妈妈听了忍不住别人说话。